女人退掉身上衣物 露出性感身躯 老男人瞬间被折服 自愿被捆绑 眼睛围上丝巾 随后女人拿来咖啡酱 将它撒到老男人胸膛 下一秒 女人则开始疯狂盗刷 老男人的银行卡 完事后 女人找机会 抱着自己的狗狗逃离现场 女人名叫莉莉 是一个手段高明的诈骗犯 本以为生活会这样持续下去 可知道前男友杰克的出现 莉莉的诈骗生活被打破 前几天 专业寻宝人杰克 在酒吧喝酒时 遇到了一个疯癫的男人 对方自称是老派寻宝人的子孙 他们世世代代 都在寻找哈斯托克的宝藏 据悉这个宝藏就在尤卡坦半岛 杰克听说过这个 但那只是个传说 哈斯托克是蛇之王朝的 最后一位统治者 他非常喜欢黄金 生前搜集的黄金 死后都跟随他一起埋葬 其中 哈斯托克有一件无价之宝 一只纯金打造的非洲豹 坎巴拉姆 据称 他拥有能将人从冥界 带回人间的力量 杰克觉得这都是无稽之谈 男人见他不信 带其回房间 掀起身上衣服 露出地图纹身 声称 这就是藏暴图 然而 杰克两人并没有注意到 黑暗中一直有个人 正在监视着他们 杰克仔细观看纹身 发现 这真的是藏暴图 杰克想要去寻找 他从男人房间出来 准备明天组织人动身寻宝 杰克非常兴奋 当天晚上 他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来到了一处山洞 看到一个满身黄金的女人 杰克从梦中醒来 立刻前往男人房间 可对方却不见了 杰克急得四处寻找 结果传了一个噩耗 昨晚的男人死了 他身上的藏暴图 则被人割掉 看来有人也盯上了 坎巴拉姆 杰克去找父亲寻求帮助 杰克的父亲 是当地有名的玛雅考古学家 只可惜 因为上了年纪 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 几乎失去了以前的所有记忆 眼看父亲帮不上忙 杰克找到自己的叔叔 但对方就是个混子 这时 叔叔提起了父亲的学生 爱丽尔 他是一位青年考古学家 在当地开设了一家玛雅博物馆 可杰克跟他关系不佳 不可能找他帮忙 杰克掏出手机 昨天晚上 他从男人身上拍下了照片 而这个地图本身并没有什么用 因为他没有坐标 没有经纬度 但他是参考爱丽尔博物馆 一份旧地图绘制的 杰克计划潜入博物馆 想办法将地图偷出来 这件事 他一个人完成不了 所以杰克开始找人帮忙 叔叔负责制作几份博物馆 开幕庆典的假情帖 好兄弟卢卡斯 负责搞定博物馆的安保系统 莉莉则拖住爱丽尔 说干就干 杰克去找莉莉说明情况 可惜对方并不相信杰克的话 拒绝加入团队 于是杰克耍了一个阴招 向警察举报莉莉诈骗 莉莉刚得手 转头遇到警察 被送进了警察局 杰克这时 在前往警局将其保释出来 出于感谢之情 莉莉同意加入杰克团队 只是他并不知道 那是杰克给他下的套 随着莉莉加入 这个小团队正式成型 杰克开始制定计划 卢卡斯负责解决监控画面 莉莉伪装成客人 从保安身上偷走展览室钥匙 做一个钥匙模型 杰克则顺着通风管道 摸进展览室 找到那份地图 对地图进行拍照 接下来 杰克只需要从展览室出去 混进游客中 便可以逃之夭夭 没曾想 展览室里有红外线警报装置 杰克不小心触发 展览室瞬间被锁死 杰克被困在了里面 卢卡斯积极破解安全系统 可惜 展览室的防火墙等级太高 一时半会儿攻破不了 杰克需要自己寻找出路 他想要原路返回 却发现根本做不到 莉莉见状赶过去帮忙 艾利尔来到保安室查看情况 虽然系统发出安全警报 但监控却显示一切正常 艾利尔赶过去查看 途中莉莉出现 他故意将杯中酒 洒到自己身上 然后把高跟鞋弄断 伪装成楚楚可怜的样子 扑倒艾利尔身上 帮助杰克拖延时间 可艾利尔警惕性非常高 他直接出手 把莉莉靠了起来 什么事 等他查看完展览室再说 艾利尔打开大门的瞬间 杰克误打误撞 开启后门 成功逃了出来 杰克回到基地 把手中照片打印出来 全部贴到墙上 拼凑起来 从中找到之前男人身上的那张 确定了宝藏所在的位置坐标 那里被玛雅人称之为天坑 不过那个地方已经被水覆盖 他们需要一个潜水 好手帮忙 这时杰克想到自己之前 遇到的一个女爬手 对方水性非常好 杰克准备找他帮忙 这时杰克的叔叔从屏蔽器中 将自己的手机拿出来 回复一条信息 卢卡斯系统报警 有人正在对他们监听 几人吓得连忙 将叔叔手机扔掉 可惜他们的对话 还是被一人偷听到 另一边 一位女警正在追查之前的男人被杀 他调去酒店监控 发现杰克曾出现在他房间 女警随即把他认定为嫌疑人 开始寻找他的下落 正巧在酒店门口 遇到准备出门的杰克等人 女警见到杰克 立马追了上去 杰克这么多年身上也不干净 所以他拔腿就跑 双方经过一番追逐 杰克在最后时刻 跳上叔叔的车 这才勉强摆脱女警的追捕 随后一行人找到女爬手 以每天两万的酬金 招募他进入团队 女爬手欣然接受 大家驾驶汽车 赶往天坑 然而杰克几人并不知道 那位一直在监视他们的人 已经提前来到天坑 下水寻找 这个人是什么身份 暂时不得而知 因为他是一个独眼 所以我们姑且叫他独眼 独眼安排潜水员下水 但一无所获 无奈他只能带人藏起来 等着杰克几人到来 准备上演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 杰克来到天坑 他为女爬手准备了氧气瓶 女爬手下水 朝着目标方位前进 随着越来越深入 水下变得狭窄 女爬手不得不卸掉氧气瓶 好在女爬手实力强劲 成功找到目标 不过当女爬手得知 他们在寻找宝藏时 要求进行分城 在这种情况下 杰克只能同意 就这样 女爬手将所谓的目标 带回到岸边 这是一个小盒子 里面除了指南针 再没有其他物品 莉莉将盒子拿起 从高处跌落 盒子瞬间散开 只见里面出现一个月牙状的石头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可以肯定 它有大用处 随后 几人从天坑上来 怎料 独眼带人出现 挟持了叔叔 以此要挟杰克 把找到的东西交出来 杰克没有轻易交出去 而是先让独眼 把叔叔等人放走 等他们离开后 杰克一口将月牙石吞入府中 独眼见状 让手下把杰克控制住 躲避独眼手下的追击 卢卡斯跟女扒手藏在树干上 叔叔带着莉莉奔逃 两人途中 遇到独眼手下 叔叔上前与其搏斗 但他根本不是对手 未接关头 莉莉出手 他捡起石头 猛击敌人脑袋 从对方手中救下了叔叔 随后 莉莉两人跟卢卡斯会合 他们亲眼看着杰克被人抓走 卢卡斯抢走一辆摩托车 快速跟了上去 不过他也被独眼手下盯上 双方在临间小道展开夺命追逐 卢卡斯是一个电竞迷 他把自己想象成玩游戏 顺利解决身后追兵 碾上了杰克所在车辆 然后将定位器扔到了车上 通过定位装置 卢卡斯得到了独眼的基地位置 杰克被手下带到独眼的地下室 此刻 独眼准备叫来一声 对杰克开膛破度 拿到月牙时 独眼不打算杀掉杰克 他留着还有其他用处 那便是帮自己找到宝藏 卢卡斯来到独眼基地外 利用手中遥控飞机探查里面的情况 并找到杰克的关押位置 杰克告诉卢卡斯 不要来救自己 独眼他们人多势众 卢卡斯操纵无人机 离开地下室 好巧不巧 在费力基地时遇上了独眼 对方拔出手中箭 一箭刺穿无人机 同时命令手下在周围 寻找这个躲在暗处 帮助杰克的人 卢卡斯找地躲起来 将情况告诉了莉莉他们 后者开始想办法找人帮忙 莉莉想到了一个人 此人名叫小白 是一位退隐江湖的顶级杀手 同时小白和莉莉之间 还有过一段过往 莉莉带着叔叔两人找上小白 莉莉向他说明情况后 小白果断拒绝 他已经退出纷争多年 莉莉见状 只能拿出宝藏分成诱惑小白 果然小白的一身傲骨 终究还是为金钱折腰 小白从船舱里取出自己的装备 第二天清晨 小白带着莉莉开始营救行动 而此刻基地地下室里 独眼把医生带来 给杰克开膛破度 所以则在高处为小白提供掩护 两人相互配合所向披靡 敌人数量越来越多 小白发挥出全部实力 对敌人索清 外面枪林弹雨 地下室里的医生 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 开始进行手术 划开杰克的小腹 激烈的惨叫声响彻整个房屋 小白杀入基地内部 遇到一群打手 子弹打光的他 掏出了匕首 冲进人群中厮杀 小白这边搏杀 叔叔带着一袋子定时炸弹 在基地里四处安装 在此过程中 叔叔看到自己被抢走的面包车 他不假思索走了过去 结果遇到独眼手下 叔叔被对方擒住脖子 莉莉射出麻醉枪 击中了壮汉 可惜对方身强力壮 这点剂量完全不起作用 关键时刻 叔叔使出杀手锏 拽起自己的夹腿 狠狠地打晕了壮汉 独眼这边还在找月牙时 他听到外面没了声音 起身出门查看 下一秒 叔叔安装的炸弹发生爆炸 吸引了独眼的注意力 小白顺利逃脱 卢卡斯跟女扒手这边 攻进地下室 打晕独眼手下 救下了杰克 然后一行人 坐上叔叔的面包车 逃离了现场 叔叔带着众人来到卢卡斯的家 杰克突然感觉到 腹部有反应 他急忙跑去厕所 将月牙石给拉了出来 为了搞清楚月牙石的作用 杰克带着叔叔找上了父亲 可惜对方病情严重 不过当父亲看到月牙石 瞬间来了精神 表示这种石头 一共有三块 只有集齐三块 才能找到美珠报 杰克听后 瞬间心凉了半截 父亲让杰克去找艾莉尔帮忙 杰克转头离开养老院 走到门口时 他想起父亲 有一个笔记本 父亲将所有事情都记录在上面 于是杰克折返回去 没想到下一秒 周围警笛声响起 女警带人将楼下的 卢卡斯几人团团围住 全部带回了警局 杰克对此还浑然不知 他回到房间 发现屋里被人翻得底朝天 父亲正被一名壮汉带走 杰克急忙追上去 可还是晚了一步 他眼睁睁地 看着父亲被人带上车离开 杰克追着车出去 没曾想碰见女警 至此杰克小团队被一锅端 杰克因为腹部伤势 晕倒在现场 被紧急送去医院救治 女警对几人进行审问 其实像莉莉他们这种 前科雷雷的人 突然聚集在一起 很显然是有问题的 女警怀疑他们 跟电影开图的那场谋杀案有关 面对女警的问话 众人只字不提 眼看没有进展 女警只能暂时 把几人关进看守所 这时 女警收到律师函 因为他的经济条件不够 儿子的抚养权被前夫夺走 女警瞬间暴怒 来到厕所发泄情绪 调整完状态 女警来到医院询问杰克 后者表示自己没有杀男人 对方的死与他无关 女警提到了被割去的皮肤 杰克为了洗脱嫌疑 告诉女警 那是一张藏宝图 女警就此产生好奇 随后 伤愈的杰克被押回看守所 小白这边开始想办法越狱 他从周围找来所有能用的东西 其中包括莉莉的内衣 叔叔的假腿 以及一只圆珠笔等等 就在小白准备讲解如何操作时 警察突然出现 将众人无罪释放 小白一脸懵 后来大家才知道 莉莉在进来时 偷了警察的手机 然后以杰克的名义 给艾丽尔打电话求助 艾丽尔随即动用关系 将众人保释了出来 杰克拿到了自己的物品 发现月牙石不见了 杰克也想不起来 他是什么时候掉的 经过这次事件 大家纷纷对找宝藏仪式泄气 小白和女扒手准备离开 杰克进行阻拦 眼下自己的父亲在独眼手中 他们需要帮助自己 把父亲救出来 在杰克小只一里 动之以情的述说下 大家依旧不为所动 此时杰克手机响起 是独眼打来的 他威胁杰克 帮自己找到三把钥匙石头 不然他们所有人都得遭殃 在这种情况下 众人才齐聚一条心 而女警这里 在知晓宝藏事情以后 为了搞钱 她突发奇想 打算加入杰克团队 杰克这里回到据点 思考另外两块宝石的下落 杰克想起 也许父亲的笔记里会有线索 于是杰克重新回到养老院 最终在一个地球遗中 发现了父亲的笔记本 另一边 莉莉来到艾莉尔的住所 询问关于宝藏的事情 艾莉尔笑了 那个所谓的宝藏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他们都被杰克骗了 此刻 莉莉又想知道 艾莉尔和杰克关系 为什么闹得这么僵 艾莉尔对此没有做解释 杰克这里通过笔记本 找到另外两个 预牙石钥匙的记载 卢卡斯通过追踪 读研手下手机 确定了他们的基本信息 杰克随即给读研打去电话 要求跟父亲说话 不然他永远都别想 拿到另外两把钥匙 无奈 读研只好把手机 放到杰克父亲耳边 得知只有集齐三把钥匙 才能打开宝藏 父亲也不知道钥匙在哪 如果它们真的存在 那么现在应该在坟墓里 据文献记载 当年有三个征服者 拿到了宝藏 他们互相不信任 每个人都制作了一把钥匙 戴在脖子上 三把钥匙同时在的时候 才能打开宝藏 眼下父亲认为 钥匙在征服者的坟墓中 杰克瞬间得到启发 没想到 就在这时 女警突然出现 想要加入杰克团队 并且带来了 杰克丢失的月牙石 在这种情况下 杰克只能答应 小白找到独眼基地 准备营救杰克父亲 可惜独眼提前带人转移了 画面一转 独眼来到爱莉尔别墅 与他见面 很显然 他们之间关系 匪浅 杰克通过调查 得知 征服者被埋葬在一处教堂 莉莉带着小白几人 伪装成信徒 莉莉负责缠住牧师 小白几人 则进入教堂的地下墓穴 小白找到两位征服者的坟墓 他抡起大铁锤 砸开木棺 从征服者胸前 找到了地球之石 跟太阳之石的项链 他们将项链带回基地 杰克把三块石头 拼凑在一起 这时 独眼突然找上门来 要求几人将宝石交出来 杰克将交付时间 拖延到明天上午十点 叔叔趁着这段时间 开始制造假的宝石 准备蒙混过关 杰克则带着莉莉 去找爱莉尔求助 杰克把独眼的事情 告诉了爱莉尔 杰克不认为独眼拿到东西后 会信守承诺 放了自己的父亲 所以杰克需要爱莉尔 提供武力支援 说白了 杰克想借爱莉尔的保安一用 爱莉尔思考片刻答应下来 不过他有一个条件 拿到的宝藏 必须放进自己的博物馆 杰克不得不同意 随后 杰克将父亲的笔记本 交到爱莉尔手上 希望他能研究里面的内容 爱莉尔求之不得 他也在苦苦寻找这本笔记本 杰克将莉莉留在爱莉尔身边 美其名曰 帮助他研究笔记 实则是在监视爱莉尔 小白和女警提前来到交易地点 观察周围地形 发现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 按理说交易地点不可能选在这里 小白和女警感觉到哪里不对劲 他们可能被耍了 小白两人回去 把情况告诉了大家 莉莉在爱莉尔家闲逛时 意外发现了昏迷的杰克父亲 事情发展到这里 莉莉意识到 独眼跟爱莉尔是一伙的 不过莉莉的行为 也被爱莉尔发现 莉莉被囚禁了起来 当天晚上 爱莉尔带着自己的安保 交到杰克手上 独眼通知杰克 更换交易地点 来到一处废船场 叔叔从背包里取出钥匙宝石 交到独眼手上 下一秒 爱莉尔叛变 来到独眼身边 查看宝石真假 爱莉尔一眼识破 宝石钥匙是假的 当场摔到地上 爱莉尔威胁杰克 将真正的宝石交出来 不得已 叔叔只能把真的交出来 事情发展到这里 基本可以确定 独眼是爱莉尔找来的合作伙伴 目标直指宝藏 爱莉尔自以为胜券在握 可惜杰克技高一筹 他在此前 跟爱莉尔见面握手时 闻到对方手上 有父亲的乳液 从而判断父亲在爱莉尔手中 于是杰克开始布局 下一秒 废船场灯光熄灭 爱莉尔身边保镖 突然集体反水 掏枪指向爱莉尔 原来杰克提前用钱 收买了这些保镖 杰克将现场交给保镖们 他们随即离开现场 这里有一个bug 杰克几人走时 居然没把钥匙宝石拿回来 另一边 小白和女警 根据莉莉身上的定位 找到爱莉尔别墅 将莉莉跟杰克父亲救了出来 眼下杰克只是将 两把真的钥匙宝石 给了爱莉尔 其中月牙石还在自己手上 杰克几人需要赶在爱莉尔之前 找到那个宝藏 杰克通过父亲遗留的笔记 确定宝藏的大体位置 是在某座金字塔里 众人收拾行李 乘坐飞机赶了过去 飞机上莉莉询问杰克 为什么要把钥匙给他们 这个解释有些牵强 随后大家在机舱里喝酒庆祝 结果喝多了 集体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小白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飞行员穿着降落伞 打开舱门跳了下去 小白瞬间清醒 把大家招呼起来 告诉他们这个情况 大家都慌了 没有了飞行员 驾驶舱还被锁死 小白冷静下来 眼下他们的当务之急 是想办法打开驾驶舱 去操纵飞机 小白带着捷克撞门 可惜并没有什么卵用 驾驶舱门肩不可摧 卢卡斯打开手机定位系统 发现他们正飞向金字塔 最起码这是一个好消息 大家冷静下来 仔细思考这件事 飞行员怎么会突然跳机 并且刚才大家喝的酒都不多 怎么会同时醉倒 很显然 那瓶酒有问题 故事发展到这里 女警怀疑他们团队里有内鬼 女警随即开始审问 他们昨天晚上都去了哪里 昨晚再得知 宝藏在金字塔以后 大家都分开 各自回屋休息 叔叔解释与众人分开以后 遇到了抢劫 与其说是抢劫 不如说是债主找上门 叔叔在外面欠了不少高利贷 叔叔说完 接着是捷克 他昨晚去帮父亲买大麻 然后回到酒店和卢卡斯玩电竞游戏 接下来是莉莉 小白不相信对方 毕竟莉莉背叛队友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莉莉说他昨晚分开以后 直接打车回家 哪里都没有去 至于真假无从考证 因为没有目击者 女爬手回家后 也是哪里都没去 可实际情况并不是 女爬手回家一休整 立马出门盗窃 潜入卢卡斯房间 偷走了他包里的钱 女爬手需要钱养家 女警也是回家就睡了 从现在来看 所有人都没有嫌疑 卢卡斯准备把大家手机全部收上来 小白却拒绝交出手机 就在双方对峙过程中 飞机突然开始急速下架 是自动巡航被关闭了 莉莉打开飞机舱门 准备往下跳 眼下整个飞机里 只有三个降落伞 小白还在纠结 不肯交出自己的手机 慌乱间他意外碰到莉莉 后着当场摔下飞机 杰克健壮拿起一个降落伞 跳下去救人 好在他抱住莉莉 随后卢卡斯跟女爬手 用一个降落伞 叔叔跟女警用一个 小白则留下来 他要想办法把飞机停下来 让他安全着陆 画面一转 跳伞的六个人都平安落地 他们相互集合 一起前往金字塔 没想到 独眼居然出现在周围 下一秒 队伍里的内奸站了出来 他居然是莉莉 原来莉莉是个唯物主义者 他眼中只有利益 莉莉认为 艾里尔他们能够帮到自己 果断加入敌方阵营 莉莉感谢杰克 跳下飞机救自己 独眼提前赶来 并没有在这里找到宝藏 随后 独眼将杰克他们 关进金字塔墓穴中 让其自生自灭 杰克没有放弃 积极寻找出路 这时 大门传来了声响 下一秒 大门被打开 是成功降落飞机的小牌 赶来救出了几人 事情发展到这里 大家想知道 大壮为什么不肯交出手机 对方道出其中原位 原来那晚 他跟女警在一起 两人不知道怎么就睡到了一起 误会解除 大家从墓穴里出来 继续寻找宝藏 莉莉跟艾里尔回到博物馆 查询当年的文献资料 发现当年宝藏 并没有抵达西班牙 而是在运输途中沉没了 眼下莉莉两人 需要找到沉船的位置 文献记载 运输宝藏的商船 是在出发后三天沉没了 它的位置应该是在 坎坤和古巴之间 得到这个线索 莉莉倒了一杯酒 给艾里尔庆祝 结果对方喝完 直接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杰克等人出现在其面前 原来莉莉反叛是杰克的计谋 为的就是能够翻阅 艾里尔博物馆里的资料 从而寻找宝藏 沉船的位置 杰克自以为胜利了 没曾想 独眼突然带人出现 艾里尔笑了 但独眼并没有给他松拔 而是一枪击中 艾里尔大腿 本以为独眼要反水了 怎料独眼却举枪 来到杰克面前 质问对方 有没有认出自己 杰克仔细辨认独眼 看着他那烧焦的半张脸 杰克想起了他的身份 独眼是一个盗墓贼 多年前杰克跟父亲一起 去阻止他们 杰克在逃跑时 把打火机丢到一辆摩托车下 独眼跟艾里尔合作 不光是为了钱 还想要报仇 独眼准备抠动板机 叔叔及时出手 独眼一刀刺进叔叔身体 杰克暴怒 扑倒独眼 独眼手下出手控制住杰克 后者冲到叔叔身边 查看他的伤势 独眼将几人绑起来离开 让他们在房间里自生自灭 好在小白和女警在外面 两人打倒守卫 冲过去把门撬开 救出所有人 叔叔伤势虽然很重 但他不肯去医院 因为叔叔患了癌症 去了医院就出不来了 他希望在有生之年 自己能看到那批宝藏 就这样 大家一起走出博物馆 事到如今 艾里尔也加入了杰克的队伍 杰克他们需要赶在独眼之前 拿到那批宝藏 杰克启程前往公海 只可惜 叔叔在途中还是闭上眼 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大家为他举办葬礼 之后杰克根据文献地图 找到沉船的大概位置 不出意外的话 黎明时分 他们便会抵达那里 第二天杰克团队来到一处荒岛 他们在这里下水下 发现了那艘沉船 并找到一个宝箱 众人将其抬出来 可惜没有钥匙打不开宝箱 杰克手中只有一个月牙石 杰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用月牙石去开 结果还真打开了 大家从里面找到了那尊 用黄金打造的非洲豹 坎巴拉姆 众人欣喜若狂 开始想办法把黄金带回去 这时 女警注意到身后有动静 他离开团队过去查看 怎料他前脚刚走 独眼等人便出现 上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 女警躲在暗处 见时机成熟快速出手 打倒独眼手下 艾利尔则拔枪 击毙了独眼 就在我以为故事要结束的时候 莉莉又突然反水 要独吞美洲豹 杰克掏枪跟他对质 莉莉堵杰克不会开枪 结果他赌输了 杰克开枪击毙莉莉 影片最后 美洲豹金像被放进 艾利尔的博物馆中 当然他没有白拿 按照美洲豹的价值 他进行了折线 把钱分给了杰克众人 大家靠着这笔钱 都过上了想要的生活 导演在这时 给我们来了一个反转 莉莉居然没有死 她是故意假死脱身 原来 莉莉在外面也欠了巨额高利贷 于是她跟杰克设计 假死脱身 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片名《夺宝天团》 一部最新上映的墨西哥剧集 从头看到尾 都是懵的状态 一是剧情推动太慢 二是剧情太乱 并且漏洞不少 整体来讲 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地方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本人解说的 麻烦留下点赞和关注 你们的支持 才是我们不断更新下去的动力 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 让我们下个电影 再见